李老師一路好走 吃好虛貴 吃好虛貴 上次出一道大師 就是野生烈 愛情是不分年紀的 我說我要休 你就吃一點那個葉紅素就好啦 對啊 野紅素 喔 因為 吃得悠氣的顧目酒嘛 野生烈林靖恩被酸轉移成反擊 吳宗憲到底昆成愛情不分年紀 兩位願意從此 直指指手 余子偕老 從此呢 把對方當作你人生最重要的伴侶 並且至死不渝嗎 靖恩你願意嗎 我願意 66歲作詞人李昆成 跟林靖恩相差40歲的愛戀 被台灣社會關注了10年 4月8號卻傳出李昆成 因大腸癌末期於台中病逝 林靖恩在臉書正式噩耗 住院滿7個月 到最後都得聽我碎念 我真的覺得結婚只是形式上的 有身分沒身分沒分沒關係 我其實個人喜歡低調 我們兩個人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登記 儀式不重要 林靖恩透露 很多住院文件都只能由家屬簽署 因此動念辦理結婚登記 要辦手續準備資料的時候 才發現李昆成早在生病前 都準備好結婚證書簽好字了 他們2月1號於慈激醫院加護病房 在兩位友人 儀式和護理師見證下完婚 遺憾的是李昆成2個月後 依然不敵病魔 而李昆成的兒子則說 他說很抱歉 什麼遺產都沒有留給我 我說創造幸福的能力就是你給我的 你已經給我很多了 願天上的阿爸好好看著阿爸 你可以這麼平安無事地走過來 非常的奇跡 所以我也很感恩就是很 心裡很珍惜 跟他相處的這個緣分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生活 什麼東西被干擾了 或者你受到別人的某種的排斥 有沒有後悔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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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 東西就是有事有的 林靜恩說 我若沒有李昆成 我人生就沒有色彩 我從不後悔愛上他 對於有網友酸他年紀輕輕 就賺到了遺產 他平靜地回應 我跟昆成相愛這10年來 我不用再封閉我自己 我的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每當心中有疑問時 就會想起李昆成生前說的 你是我生命的延續 你是我的天使 我們一開始是好朋友 我知道他對很多事情很好奇 對我等於是他的百科全書 其實靜恩跟我會 會變成今天交往這麼的親密 是他很渴望一個家 雖然感情生活搶眼 但黑膠教父李昆成的音樂成就不可埋沒 除了當過金曲評審和總召集人 吳宗憲1994年發行的專輯 《真心幻覺情》 拿下第六屆金曲獎 最佳方言歌曲 男演唱人獎 幕後製作人 兼企劃統籌 就是李昆成 上台東 蔡天事 下山 他的高高 他是這個 Ар 《真心幻覺情》 阿 一 朝有夕 風吹有山 吃會天頂杯 蝦仔有杯 真正騎訟 希望就要找 一生真好問 出外的人 歸行一道繁華世界 一生真正跪跪 頂頂 歸去多天 風風路走高度 永遠流血滾滾 彩虹細菌 汗子冠冠冠冠 對 昆辰老師他很早就幫我寫歌詞 寫了非常多很棒 筷智人口的歌 那他的美好的音樂 美好的歌詞 會永遠被傳送 一般這個大士級的 他們這個幫你寫一個歌詞 或幹嘛改幾個字 都要跟你憐憫或幹嘛 他說不用不用 我幫你改 看哇 整段都改掉了 改的又很好 但他又不鞠躬 很敢念他 李老師 一路好走 吃好細菌 好 吃好細菌 不好意思 李老師的年紀 至少七八年前你知道嗎 上次注意到他是 就是爺孫玲 愛情是不分年紀的 我說 哇 要小 你說吃一點那個夜紅素就好啦 對啊 嗯 夜紅素 喔 因為吃的油氣會顧薄酒嘛 便宜 你堅持 你堅持 他 你堅持